嗨 今天最後一條影片 這個與其說是一個節目 即是生同感受的一個segment 其實你可以當作是我的一個聲明 還有就是如果你們要自己煮 OK? for cancer patients 的話 你要留意些什麼 OK? 之前也有說過的 但是呢 就這裡我再說 也有那句 即是當作是這個聲明 還有給你們自己做參考 OK 還有這個 Fetal Nutrients OK 行 Sorry 在想東西 OK 好了 Hi 進來啦 進來啦 OK 如果我代煮生同餐的話呢 現在 因為我很滿意 所以 I'm sorry 只可以cancer patients only 只有癌症病人 如果你說你是糖尿病 或者你是想減肥那些 我暫時接不到你的案子 不好意思 我已經很滿意 還有cancer patients 我們也都要 現在是有個輪候的 Sorry OK 因為真的很忙 所以 所以 輪候 看情況 看你的 老實說 你有多急 因為譬如有很多人輪 我不是想打尖 但如果一個是Stage 4 另外一個可能是Stage 2 那我會先給Stage 4 因為你明白 時間是everything 所以輪候時間不等 這件事我要先說 到時大家會說 你做甚麼事 你就偏幫某個人 不定 第二件事就是 現在可能 我希望限制病患本人 為甚麼呢 我發覺是比較難的 如果是孝子言孫 即是家人被子女 想去幫自己的父母 有幾件事 第一就是 老人家 如果有cancer 那是老人家 不是親自找我的那個人 但他未必明白 甚麼叫做生酮飲食 他會說 為甚麼我沒有飯吃 為甚麼 那些東西那麼油 我有個個案子很有趣 就是 那個老人家的問題就是 他為甚麼會有cancer 他說 我吃東西 又不吃那麼油 我又每天餐後吃水果 我 一輩子 都是吃得清清淡淡的 吃飯 不吃飯就沒力 但為甚麼是四期 為甚麼呢 你怎樣解釋給他聽 譬如你這麼多集節目 你播回給他聽 他也未必聽得懂 他也未必有精神去聽 還有可能對一個老人家來說 太多資訊 大佬 即是 我不想消化那麼多東西 但可能看的是子女 子女 子女很有心 但 抱歉 子女真的解釋不了那麼多 那所以呢 為了要件事 可以順利 我跟我個個都說 甚麼呢 就是給一個月時間 一個月 一個月做甚麼呢 就是一個月你未吃之前 你去檢測驗血 那有指數出來的 對嗎 或者你做PET scan 這樣 一個月之後你再檢測血 你再做PET scan 解完 你就要看腫瘤細胞有沒有小 指數有沒有低 譬如有一個扭扭靈靈的老人家 那它是由444跌到150 每一個月時間 那 你可能會覺得 可以的 厲害的 很有效的 是吧 但是老人家可能都會覺得 我還是要吃飯 我還是要吃揚州炒飯 揚州炒飯 揚州炒飯 我還是要吃飯 太太也看過了 那太太呢 只不過是她現在可能 好病 所以她沒有辦法 跟你說電話 她沒有辦法親自 見到你 去告訴你 其實她願意配合的 除非我真的有 病患本人的全面配合 有她的同意 就是她的同意 否則 只是兒子很有心 而爸媽扭扭靈靈的 我真的幫不了 OK 希望你理解 我們要做什麼呢 如果你去煮給家人吃 因為你那個 不是病患本人 你都要留意這件事 全面斷堂 之前說過 這些一定知道 Kelogenic diet 是一定要全面斷堂的 全面斷堂 這個糖 你看到是有自暴的 代表是什麼 所有的澱粉質 OK 所有的澱粉 質 YES OK 簡單來說 粥粉麵飯一定不行 Bagel 麵包 蛋糕 餅乾 有糖分的飲品 糖水 全部斷了 OK 薯仔 芋頭 番薯 紅菜頭 都不行 全面斷 水果不用問 一定不行 除了牛油果 不要想問你 第二 適量的蛋白質 很穩定的話 是3盎司 你可能跟我說 不是 我的老人家 現在有癌症的人 6呎高 180cm 但另一個女士 可能4呎11 如果你是6呎 那你就去多一點 5盎司 但要記住 今天晚上第一條片 也有說到 如果你的蛋白質高了 有機會會被轉化成糖粉 那你就變成了 前功盡費 每個人都不同 剛才有一個聽眾 Danielle 她檢查了 她每天的蛋白質含量 她只需要50多g 50多g 是一塊雞胸 一塊雞胸 一塊雞胸 夠她一天的蛋白質 所以我寧願冒險 對不起 我寧願給少 我也不願意冒險 所以我會保持 3-4盎司 又這樣說 如果夠肉夠肥的話 豬腩那些 可以多一點 因為有一部分是肥膏 對嗎 好了 所以不要扭 為何不是大魚大肉 生酮飲食 從來都不是大魚大肉 因為它不是Atkins diet Atkins就是 不吃糖粉 但你膽白質 任吃不生氣 最終會怎樣 你的腎會受不了 你的膽也受不了 腎疾膽疾 如果你不幸運 好 第三就是 你要提高你的抵抗力 抵抗力 這就是Omega3 Omega3 有分植物性 植物性是什麼 例如 奇牙子 阿麻子 動物性是魚 例如青魚 三文魚 欺凌魚 這些 還有 這兩樣東西 植物性、動物性Omega-3一定要高 接著呢 維他命C 維他命C 就要天然的 你不要拍軟仔 軟的維他命C 絕對不是天然的維他命C 是不是那個東西來的 它的化學基礎也不同 我找一天 可能下個星期 我做一條短片 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你吃 譬如檸檬 你喝檸檬水 得到維他命C 不跟你拍一顆 某個牌子的炸一聲 或者一粒那些 1000mg 是不同的 整個組合都不同 好嗎 所以他命C 一定要增加 還有這個叫Lauric acid Lauric acid 就是椰子油裡面 棕櫚油 紅色的棕櫚油 母乳裡面 都會有的 Palm oil OK 都會有的 Lauric acid 是一個天然的消炎藥 其實 但它同時都可以增加你的抵抗力 因為Lauric acid 是會做些什麼呢 它遇到外來的 例如細菌 病菌 流行性病毒 如是等等 它都會 殺死它 所以 Lauric acid 很有效 而且它對於你身體裡面的白血球 都很有幫助 所以 為什麼我煮給了 cancel patient 薪酮餐 全部都是用 extra virgin 初榨的橄欖油 我不會用到其他油 因為 不是橄欖油 對不起 只會用到椰子油 因為我不會用其他油 椰子油的 Lauric acid 是去到50幾% 有些是去到60% 另外就是 它不會讓你的肝膽有負荷 你要知道你的癌症病人 它已經在打仗的 了身體 健康細胞 跟癌食包打仗 這個時候如果你還給身體需要 經過肝膽去消化的油 除了椰子油之外 基本上所有油都要的 橄欖油也好 牛油也好 所以我全部只用初榨椰子油 你去逛一圈City Super 或者逛一圈Great 你可以看到有多貴 一瓶仔 這麼小的瓶 就已經200元了 每天我們是用到兩瓶 三瓶 就是為了煮生同餐 好了 第四個要做到的 就是阻折癌細胞的血液供應 這個你們可以看回我六四 那晚那一集去說的 有很多的東西是天然的 譬如維他命E 例如Erl Grey 例如薑黃 例如Alegic Acid 就是從berry 裡面抽出來的 例如十字花科 有很多的一種有效成分 這些全部都可以 令到癌細胞周邊 生成的血管 全部斬斷了 令到他在幾個星期之內 他不單止沒有糖 沒有食物 他連周邊 提供血液給他那些血管 都斷了 那死硬了 對不對 好了 到最後 就要增加天然的消炎力 這個就是十字花科 criciferous vegetables 就是pheto nutrient 十字花科 我會用到什麼呢 就是你吃的菜裡面 全部都是十字花科 吃來吃去都是那些 是很悶 忍一下 都是那一句 一個月時間 你自己看看有沒有用 OK 好嗎 好了 十字花科另外 很重要 十字花科裡面的 叫做西蘭花苗 我們要三四天帶 買的 OK 因為它的有效成分 是比成年的西蘭花 強勁一百倍以上的 OK 你們如果找到 就買 就吃 這樣 那我會include下去 我的代主生農餐裡面 沙律也好 蔬菜汁也好 全部都加了一樣東西的了 另外 pheto nutrient 就是不同的植物性的 植化素 叫做 它不是維他命 它也不是礦物質 例如薑黃素 例如蒜頭裡面的成分 例如番茄裡面的茄紅素 都是植化素 叫做 OK 植化素 菌類也是 靈芝也有 OK 這是另外一個Cat Category 它不是維他命 它也不是礦物質 但這些往往 是抗癌性手 所以 Cancer Patients 我接到的 我會幫你做到這五樣東西 OK 我接不到的 你自己做 你也要做到這些東西 OK 那你就是對於 病患的康復 能夠達到最大的效果 好嗎 OK 先說到這麼多 有什麼問題呢 我會傳到這個 新童感受的 page inbox 那我就下個禮拜 或者再之後 安排時間去回答你們 好不好 拜拜